阿全來拍 哇 我拍 這飛出了一台12萬千多台幣 然後完全幾乎沒有看的 所以 這樣子你知道嗎 1秒120 對 拍誰記憶卡壞掉了 值得 4K 60fps 兩個小時不過了 值得 我們今天特別要講什麼的就是這兩台箱子 這兩台 我這台是Z9 阿全手上是Z8 幾乎一樣的東西 插在哪呢 插在底下這個垂直收拔 這邊 被拿掉而已 該講什麼 然後有哪些東西 真的都對我來說太熟悉了 所以我決定呢 今天這個區塊方向阿全來拍 哇 我拍 開頭我們就先來講 這兩台相機到底差在哪裡 簡單來講 來 OK 底下 手把 垂直手把 垂直手把 對 那垂直手把直接影響到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續航力 對 主要是電池的大小 對 Z9的電池這麼大顆 哇靠 然後這個是這樣子 大概續航力差在哪裡 這就是很一般的電池 再來呢 還差在哪邊呢 來 旁邊打開之後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 這一台是有一個網路孔的 拍賽事的時候 後端 就可以直接 舉出這樣子 直接 你邊拍 照片就在後面 你的團隊 在你邊拍的時候 就可以發稿了 哦 懂 然後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它有兩個Type-C 這邊 最底下的 它只有充電功能 是PD 上面的就有數據傳輸功能 但是它沒有網路孔 它怎麼辦呢 它其實還是可以用 就是 接一個轉接頭出來 再來呢 就是它前面這邊 前面這邊 它這邊是只有一個孔 Z9這邊呢 是兩個孔 哇 兩個耶 好 這個是10PIN的 那個快門線孔 然後它這上面的呢 這個是閃燈觸發系 Z8的閃燈觸發被拿掉 哦 但是老實講 對於現在高階的閃燈 都已經是走既定無線 哦 就是無線觸發 對 相對這個需求 就也比較少 第三個東西 是什麼 Z8記憶卡槽呢 是 Especial Type-B的記憶卡 一個SD卡 嗯 然後Z9呢 是兩個 Especial 這兩台相機的所有差別 今天就講完了 所以記得 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可以卡了 你 哈哈哈哈 這真的就這樣子 剩下的連拍 嗯 完全一樣 性能都一樣 4500萬畫素 一模一樣 嗯 處理器一模一樣 我們沒有那個實體快門 對 然後也可以拍8K內錄的RAW檔 所以Nikon在這兩台相機 做了一個堪稱業界大佬 完全無法理解的事情 嗯 這台17萬 然後它推出一年多之後 推出了一台12萬千多台幣 然後完全幾乎沒有砍了 所以 我們接下來 就來 實拍 實拍一下 那如果你對這兩台的電子性能 是有興趣的 你就可以看一下 我之前拍的自己的介紹 嗯 好 那就來 接下來讓阿全來拍 好 來試試看吧 好 他一般白眼 神速到一個不行耶 而且重點是它那個對焦 因為它有那個眼部對焦啊 然後我就是 我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扣圖弄好 然後按下快門 就這樣 來 玉板你說說 分享一下我剛剛為什麼 就是覺得快門聲很重要 這件事情 嗯 如果說是 當一個就是 被射者的角度的話 我會覺得 聽到快門聲 我會知道說 喔 我接下來可以換動作了 其實這邊有額外講一個 Nikon的這一台相機 它沒有實體快門 我好像跟你講過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它的快門聲是模擬出來的 一般來說 最高階的不講 像Z9 像Sony的A1 像Canon的R3 而且你的7D 我記得也有類似的 寧靜模式嘛 就是用Live View模式嘛 對 可是Live View模式 像過去這種相機 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它沒辦法觸發閃光的 但是Z9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Z8就是等於 把這個功能 帶到12萬上下 這個相機下面 讓你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 就是 感光元件 無遮黑的 高速讀寫的功能 就是我這樣子 要請浴板這樣走過去嘛 然後你的過程就是要這樣 耶 耶 這樣子你知道嗎 靠 這什麼東西啊 好變態的聲音喔 這個連拍根本就是 無堅值的連拍 但是呢 你按著升 它就很快 就連拍嘛 稍微放掉一點的時候 它突然變 變比較慢一點 像吹油門的感覺 對對對 我們現在就是來測試一下 連拍了 Z8的連拍 基本上呢 跟Z9是一樣的 大概就是 每秒20張 4500萬畫素的RAW 好 那這一台Z8 它的定位 差不多就是 A9 II 甚至比A9 II 還要再便宜一點點 嗯 那來 我們讓阿全體驗一下 好 高速追焦是什麼樣 很爽耶 它就自己抓過去 它就自己抓臉 然後我就只要 按著開門 然後啪啪啪啪啪 這樣就好了 它也不會黑畫面 但是它其實有一個 另外有一個選項 它可以做到1秒120張 1秒120 對 然後它1秒120張的條件下 它甚至有一個功能是 它叫做釋放前拍攝 哦 你按下去之後 哦 它會記錄你按下去之前的 1秒鐘 1秒120連拍在記錄 就是你如果今天拍打球 你就不用在那邊 很空泛的去按快門 對啊 反正你看到 ㄎㄧㄤ 你再按都還來得及 真的 你在懂嗎 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Z8家就比較完了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它要是早個三年初 嗯 以相對應的對手是什麼 Canon的R5 或是同價位 大概就是 12萬多的是 Sony的A7 R5 哦 你會發現就是 它們兩個都沒有 它這樣的性能 那可是呢 我必須說 它還是 砍了一刀 就是 很多人 它沒有 想過的一點 Z9啊 如果你是非常職業的攝影師 你是體育記者 嗯 或是你賽事記者 跑Moto GP的 因為你是職業 你一定要有雙備份 你總不可能下工之後 然後跟你老闆說 不好意思 記憶卡壞掉了 Z9呢 它的這個東西 它是兩張 Express B Type B的記憶卡 Type B記憶卡 Z8呢 它是 一張 Type B的記憶卡 跟一個SD的記憶卡 這一張SD的記憶卡 非常非常多人叫好 他們大家會說 哇 就是 我可以不用換 那麼好的記憶卡了 或什麼的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你買的是 像這一個 OWC 廣告時間 OWC這一個有沒有 它這一家廠商這一次 他們贊助的這一集的記憶卡 650G 對 獨自1700G 寫是1500G 但是你知道記憶卡 有一個關鍵點是什麼嗎 什麼 持續寫入的時候 速度 它的速度不會掉 不會到1700G 那它持續寫入 你知道是多少嗎 多少 1300G 1300G 你就想說 我買到一直 配手B的記憶卡 然後它的 血路可以到1700G 可是為什麼我拍 就這位卡彈 就是卡彈 就是它的血路持續 持續血路 平均 它的平均不夠高 對 所以它 剛剛這一張 這張定價多少 24900G 但是 650G 持續血路 保證最低 是1300G 要修喔 但是我跟你講 你今天是拍MotoGP的車手 或是你拍MBA的 你要不要買 對 我自己去雪邦 拍MotoGP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的725 我已經用到淋漓盡致 對啦 還是跟不上 勉強可以拍到一兩張 好 一樣是OWC的 謝謝我們乾爹的贊助 這一張 它的最高血路是多少 它最高血路是300 然後獨是250 對 就這樣 但是這已經是最高規喔 這個也是目前的SDXC V90 最高規的記憶卡 已經最高了啦 這一張512G 你知道多少錢嗎 也是萬把塊吧 一萬 用到這一張記憶卡囉 你知道它實際拍Z9的ROD檔可以拍多少嗎 拍多少 60張卡彈 好來我現在來試試看 我現在把這一張TAP-C的記憶卡拿出來囉 來看一下 卡了 就這樣子 71張卡彈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換成TAP-B的這個 Espaceo-B的記憶卡 然後你看它根本沒掉 它在那一個讀寫 它就是一直持續的連拍聲這樣子 我們可以按到這支影片結束有沒有 有可能喔 對對對 你看它就是一直按一直按 完全不會卡彈 好 這樣子我問你 一張一萬 跟一張25000 你要買哪一個 今天如果去拍的那張照片 價值有超過 就是隨便一張都是510000的話 好 那這個卡值得 那我能不能反過來講 我沒辦法兩張都寫RAW檔嘛 對不對 好那我反過來講 我一張寫RAW一張寫JPG 不知道可以加可不可以 但是理控可以 那我們測試的最後結果就是 它只能拍到什麼程度 一個RAW加一個標準的JPG 所以你的JPG是小檔 那你的小檔可以拍到多少呢 我們剛剛試過了 也不是無上限 300張 那300張可以拍幾秒 15秒而已 對 所以這個就是Z8跟Z9的最大的一刀 但是這一刀 你說Z9沒價值嗎 對不對 那為什麼9的價值 還是就是老大哥 我跟大家講兩個東西 第一個 它的那個電池 電池續航力 就是拍到你已經被太陽曬死了 對 它還是可以繼續拍 好 第二個 就是它的散熱非常非常的好 我路過訪談 4K 60fps 兩個小時不過熱 就是我們拍節目的時候 有超過一個小時過 兩個小時不過熱 我甚至沒辦法 4K我沒辦法讓它過熱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兩台的相機 經過我們這樣子評測 你覺得 這台 你給幾分 我還是給它9分 還是給它9分 今天這樣討論一天下來 就是它的續航力啊 跟它的價錢嘛 那些 加一加 我覺得那1分 就差不多是扣這些東西 就差這些東西 好 雨白 玩了一整天之後呢 換你說了 我很喜歡它的對焦速度 真的嗎 對 它就是懶人對焦 你只要相機拿起來 就可以直接拍了 對 我覺得也差不多9分 9分 可能會再扣0.5 因為有點大台 對它來說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它146嘛對不對 好啦 那今天大概就到這邊 謝謝雨白 謝謝阿全好不好 那記得 如果有喜歡這台相機的話 去國翔的總經銷 報我的名字 沒有打折 OK 那今天當然謝謝大家 那希望這一集的評測 大家喜歡 然後我們之後 會再做一些比較 呃 拼一進人的企劃 譬如說 找雨板拍車的時候 順便拍一下相機的測試 這樣子的感覺 好不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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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